所以我們要請教威良市 其實現在的臺股 您覺得適合進場嗎 因為景氣燈號是紅燈 被認為是過熱的 那很多投資人會覺得怕會泡沫化 所以不敢出手 不過有一個數據回測告訴我們 其實很反直覺 你如果現在進場的話 投資績效其實會是不錯的 這個議題其實很有趣 因為剛好可以解答說 為什麼最近臺股明顯的亮縮 因為投資人基於三種情緒 所以呈現明顯的觀望氣氛 第一個就是因為不久前的股災 大家受了重傷 很多資產減損之後 然後一度像是 這個投資的角度來看 已經被送進加護病房了 那現在還能不能轉到 普通病房都不知道了 那當然沒辦法下床活蹦亂跳 第二個部分 大家擔心九月份降息 之前是期待帶來 更寬鬆的資金行情 可是真正接近要降息的 那一刻的時候 現在反而開始拿放大鏡檢視 是不是意味著 現在的美國經濟 已經走到了衰退的邊緣了 那第三個部分 剛好又形成對比 台灣的景氣怎麼會是呢 哇 這麼火熱的紅燈 那過去市場有一個俗言 就是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所以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賣股票 那既然賣了 就不應該再回頭了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快速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來回答 關於降息的部分 那其實沒有錯 市場過去的一個認知 或者說歷史的經驗來看 我們看到藍色這條線 就是美國的 聯準會的基準利率 的確在降息的初期的時候 比方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藍色線往下 代表開始降息了 而降息的時候 美股的走勢 在一開始多半都會呈現 明顯的拉回 這個地方也是 剛開始降息的時候 美國股市都會出現修正 所以不要馬上想到說 市場會有更多更多的鈔票 然後前進要股市 那的確有可能會讓大家 就是把整個降息的動機 會去做檢視 所以的確以往降息 很容易就是發生景氣衰退 跟股市崩盤 可是歷年來的聯準會的 降息策略有兩次例外 這兩次大家一定要 勞勞記住 分別發生在1995年跟2019年 那兩次叫做預防性降息 什麼意思 這些經濟學的名詞 文周周的 其實大家就想 你有沒有常聽到一句話 預防重於治療 我們打針有兩種 這個在疫情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先去打針 那個叫疫苗 你確診了嗎 你生病了嗎 還沒 所以那個是為了預防 另外有時候已經感冒發高燒了 請醫生拜託打個幾針 是希望什麼 能夠快速的 讓自己的身體能夠痊癒 所以預防性降息就是表示 美國的經濟還沒生病 但是聯準會考量 因為現在的利率 5.25%到5.50% 在歷史相對高檔 因此我先打一劑疫苗 讓他能夠回到 比較正常化的利率水準 比較溫和的 對 所以這種降息水準 其實他就真的是非常有利於股債雙漲 因為營造出就是 一方面資金更寬鬆 二方面其實經濟 仍然是有相對強勁的韌性存在 所以我們就看 剛剛所講到的 歷史上有兩次這樣的一個經驗 分別就是綠色的 跟黑色的柱狀體 左邊的部分代表是 債市的殖利率表現 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一個 債市的殖利率往下 代表就是債券的價格是上漲的 因為呈現反向關係 所以債市的確會在降息當中 呈現多頭格局 另外在股市的部分 也很明顯 在降息啟動之後 其實不管是在降息前三個月 或者是降息的後六個月 他也都是呈現正報酬 而沒有發生了所謂的一個 崩盤的現象出現 那回到台股的部分來看 其實在六月份的景氣燈號 公告出來的時候 就呈現了紅燈的 大家就想起過去很多經驗 這個是不是應該賣股票 那我必須說你不能說紅燈賣股票是錯 但是有一個前提 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紀律 那紀律要一致 就如果你真的藍燈有買股票 那紅燈你要做減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就是你的進出邏輯是一致的 那也表示說 當時藍燈因為買很低 所以你應該已經賺到一大段了 但如果最近才開始進場的人 紅燈要不要出場 這個時候你反而要思考 就說會不會 開外菜前菜都沒吃到了 就後面的主菜要來 你反而錯過了 那有沒有讓可能 來我們來看歷史的數據回測 我們知道 因為其實國發會所編鑽的這個燈號 其實非常一目瞭然 我們景氣燈號總共有五種對不對 那從藍燈 黃藍燈 綠燈 黃燈 紅燈 代表景氣的溫度是越來越高的 那這個數據 可能會顛覆大家的既定印象 假如我們在藍燈的時候進場 然後你持有股票一年 那這個股票 我們就把它簡化為就是 假設你投資的標的 就是大盤的加權指數 一年之後報酬率是22.7% 那黃藍燈的時候 代表景氣開始復甦了 那持有一年報酬率是20.5% 那代表穩定的綠燈 你進場 結果報酬率是最差 不如預期也只有3.3% 那再來黃紅燈的時候 報酬率再拉高到34.8% 結果紅燈之後你進場 持有一年的話 報酬率是將近四成 反倒是在紅燈進場的績效是最好 為什麼 因為通常這股市在多頭的時期 它都會持續比較久 所以景氣如果是紅燈的時候 通常它還能夠維持在高峰一段時間 那另外同樣是紅燈 有時候是亮一顆紅燈 有時候亮好幾顆怎麼辦 那我們再進一步比較 就是說如果你是在 第一顆紅燈出現的時候進場 對比說後面不管是兩顆 三顆 五顆 幾顆 你在任意紅燈的時候 進場的時候 那我們用不同的顏色來做區分 如果你是在第一顆紅燈進場的時候 不然是未來的6個月 一年 兩年 三年 它的一個累計的報酬率 其實都明顯贏過任意紅燈的時候 也就是說 在第一顆紅燈出現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很棒的買點 那為什麼 我們簡單來說 就剛剛講到 其實景氣會維持在熱絡期一段時間 那這個熱絡期 我們把這個定義放寬鬆一點 從黃紅燈出現 到轉為紅燈 再到紅燈 它可能有時候 它會像你看這個地方 它就退回黃紅燈 那它像在這個2009年那一次到2001年 它轉為紅燈之後 維持比較久一點 維持久了之後 它又轉為黃紅燈 然後它又轉紅燈 然後它又轉黃紅燈 所以無論如何 它都是在景氣一個相對比較擴張的熱絡時期 續航力比較強一點 對 所以從2000年以來 總共有四次這樣的一個紅燈循環 那它其實持續有 包括黃紅燈跟紅燈時間 少折有10個月 多折到16個月 那這一次大家注意 就是從四月份亮出第一個黃紅燈 五月份黃紅燈到六月份紅燈 所以我們通通把它加在一起算 目前為止 這總共熱絡的燈號只有三次 那就過往來說 少說也有十個月 所以因此來講的話 我覺得現階段還是可以做多 那剛才講到 有些投資人可能還在普通病房 但是有些人已經活蹦亂跳了 那決定在哪裡 就是選股 你的產業邏輯在哪裡 是 所以我們講到選股 看到其實最近 因為前陣子股災 那最近比較多的回檔 其實都是靠AI跟半導體的題材 在做支撐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想要佈局 ETF的話 您會有哪幾檔標定 您覺得比較推薦給觀眾朋友 做參考 對 太好了 因為如果不知道怎麼選個股的話 ETF就直接幫你把那些能夠 奪金牌的好公司一次難化 所以我們講到AI當然是長線主流 那我覺得如果你放眼國際的話 其實現在AI的金牌得主是誰 當然AI之王就是輝達 另外像蘋果 微軟或Meta Google等等 事實上這些公司 你要如何投資 就是透過00757 這檔ETF其實它很單純 它總共只買10檔個股 都是在國際市場上的AI重量級公司 所以就是上述這10家公司幫你一網打進 那抄底的策略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適合 比較屬於波段式交易的邏輯 趨勢往上的公司 有時候你要反群眾心理 跌破季線的時候買進 一般來說季線是生命線 可是趨勢如果是往上 你看要相反的操作 跌破季線買進的話 勝率可以達到86% 而且最佳報酬率可以達到42% 那最差報酬 跌幅也不會超過5% 那第二種策略 是適合比較貼盤的投資人 短線交易就按照日KD的 黃金交叉跟死亡交叉來做進出 不過相對來說交易次數多 勝率也會稍微降低 那第三種我認為適合 每天可能只能看盤 看個30秒1分鐘的人 就是你早上起床發現 美股昨天大跌了 然後9點開盤的時候你就瞄眼 9點如果老闆找你開會再忙 沒關係 去工作沒時間 中午吃飯的時候看一下 因為這些投資美股 基本上他開盤跟收盤價會差不多 他盤中不太會有波動 只要你記住這件事情 一天跌2%的時候你就去買進 那這個勝率也很高 也有71.7% 那波段最佳報酬 可以達到36% 那剛好他的一個交易頻率 也不會太多 那最後就是說 如果要抓半導體的話 我覺得邏輯很簡單 因為國內的半導體 其實比的就是 誰的台積量的比重高 就含積量越高 那其實這個代表就是說 台積電會拉著一群 這個中小型的兼兵一起往前走 那所以我們根據 半導體衣服的含積量來看的話 目前最高的是00904 他台積電比重有31.25%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 技術面在跌破季線之後 也拉出一個小V走勢 那過往其實就是沿著季線的一個走勢 來做波動 這就是主人跟狗的關係 漲太多他會回跌 但是跌太多他也會報復性反彈 那目前在季線附近 可以先建立一點基本持股 所以要請教薇良 如果打算要入手金融股的話 你會覺得有哪些標的 可以值得參考 好 很多人喜歡投資金融股 一方面是因為股息的配合相對穩定 那二方面就是金融股有一大優勢 他們每個月都會公告字節獲利 所以讓他們的財務狀況 其實非常透明 那目前前七個月份公告出來 我想這個獲利的前三強 這個EPS最高的三檔股票 分別就是富邦 國泰跟中信 這個應該算是比較符合大家心中預期 那只是說他們的獲利表現真的很好 因為富邦跟國泰 前七個月份的獲利相較於去年的同期 都成長超過九成 但是我覺得更值得關注就是 因為你要找所謂的金融股的黑馬 真的不容易 因為基優生就在大家心目中 可是今年可以看到 就是在目前已經公告的七個月份獲利 已經賺超過2023 12個月 一整年加總的 其實有四家公司 那排除掉剛剛已經提到的 富邦跟國泰這個基優生之外 其實星光金跟開發金 想不到獲利也大好 那但是這四家公司 這四檔金控其實有個共通點 都是跟所謂的壽險有關 甚至如果我們把中信金也納入觀察 其實大家都想到中信金 We are family 都想到他的銀行很強 但其實中信金旗下的台灣人壽 占他整個金控獲利也高達37%了 那我們看到其實 星光金在今年因為他其實油虧轉營 而且EPS1.51元已經排在所有 這個十幾家金控裡面 他也是排第六名 獲利真的不錯 那如果搭配就是說這個禮拜 因為據傳就是台新金跟星光金 現在要走向就是合併的話 有可能會提出這個換股比率 0.51股到0.56股的台新金 來換一股的星光金 那當然這換股比例是目前 市場上傳出來的還沒有證實 但假如真的按照這個換股比例來算的話 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算起來的話 大概等於就是出價 要去買星光金的價格是在 9.48到10.5元 那今天星光金收到多少錢 11.1 換句話說這個股價好像有一點 因為不管是財報的利多 或者說併購的傳聞 有點提早反應了 所以建議大家 我覺得可以去做觀察 但是這邊其實不要去做追價 那當然回到就是說 以目前富邦金 國泰金 跟這個星光金 乃至於開發金 其實今年都受惠於 這個受險的投資部門 股債雙漲 因此我認為 今年應該還是有 後續的一個業績跟股價高點可期